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Fremark 本次课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命名空间的概念 在我们使用Fremark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比较公共的处理 我们呢可以复用 其实我们之前呢介绍的自定义指令就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呢在多个组织或者多个人来编写这样一个自定义指令的时候呢 容易造成命名冲突 所以呢类似于加碗一样 我们呢使用一种命名空间的机制来避免这种命名冲突 我们呢来看一下 对于命名空间呢 它非常类似于package这个包 在加碗里边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组织都在编写加碗内 但是假如说加碗内的命名是一样的 就会造成命名冲突 所以呢我们在使用Fremark的时候呢 也需要注意这么一点 那假如说某一个组织呢 来写了一个库 这个库呢使用了很多的自定义指令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某种方式呢来引用 比如说我现在来写一个模板文件 这个模板文件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指令 比如说 叫老谈点ftr 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定义一些自定义指令 比如说我来一个 say hello 并且带一个参数 在这个里边我就呢写上一句简单的文本 好 这就是一个自定义指令 那么为了能够呢在我们的模板里边使用到这样一个say hello 那我们呢可以给他指令一个命名空间 这样做的话呢就可以和其他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的指令say hello区分开 那不然的话呢都叫say hello 那在我的模板里边就没有办法应用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我们来看命名空间 如果我们要使用到老谈点ftr里边的指令 本身呢我们是可以通过include导入进来的 但是呢这种方式并不太好 我们呢是想能够给他划分在一个命名空间里边 这样能够与其他的同名的指令呢区分开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指令 import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呢就将这一个老谈点ftr呢 作为一个命名空间就叫老谈 那么你应该能够想到如果我来调用这个模板里边的say hello 我就应该呢 我就应该呢加上一个前缀 这边给一参数 乘起来 这里呢应该是一个自定义指令的用法 我们使用at开头 那假如说还有一个酷呢 他也使用了say hello这个指令 那我们就可以呢再用import指令 将另一个模板导进来 并且取一个不同的名字 那么这样我们再调用另外一个say hello的时候呢 前缀就不是老谈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对的 好我呢直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这个效果没有问题 甚至呢在这个模板里边除了能够调用到自定义指令之外呢 在里边声明的变量也是可以调用到的 我就叫信息 好我们看这个info怎么得到 直接呢在插值里边使用前缀老谈打点 调用到info 没有问题 所以呢这种语法呢 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我们使用一个import 将它导入到我们的使用场景下面 并且给它取一个别名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一个前缀来调用 我们导入模板里边的指令 或者呢 变量 好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法 我们也可以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还可以呢 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为命名空间里边的模板的负值 我们来看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叫做用户名 我们呢给它应用到命名空间里边 使用一个关键字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老谈作为前缀 user name 这样一个变量呢 来得到值 这个值呢 是我刚刚在第六号呢 给它复制进去的 执行一下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写法呢 是属于 在引入的命名空间上面 是个变量 好 另外有一个地方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如果在数据模型中 有一个变量 比如说 number 那么在 这个模板里边 以及导入的模板里边呢 都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么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 专门加一个 number进去 比如说 好 我们在这个里边呢 准备一个map 我就使用一个数字 接着呢 我将一个属性 比如说 叫做 number 一个值 比如说 100 我放进去 接着 把数据模型呢 放到 processor里边 接着 这个number呢 我就可以在 我们这个 nimusbase.ftl里边使用 我们看 有没有结构 是100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 把它放在 这个 老弹点ftl里呢 在这可以看呢 这两个结构 都是输出来了 所以对于数据模型里边的变量 在命名空间所在的模板 和我自身使用的模板里边呢 都是可以正常使用 好 这个呢 大家可以在 学习的时候呢 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命名空间的概念 以及使用一个import 来导入模板 然后做一个命名空间 供我们使用 那我们在调用其指令 或者显示其变量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这个前缀达点 就可以了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的正例 谢谢大家